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还是你的面试官 你这样才走几步路而已 你的路程还很遥远 跟你讲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桥段 Danika 我会回来 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 车流的桃 问候夜深 车流问候 甘露的人 紧闭的门 问候陌生 爱情问候 冰冷 要勇敢相见 看 才有底气不平凡 只是我 小晴 为梦想努力打拼始终没错 但方式方法 是不是可以有其他选择呢 职场如战场 我觉得选择本身 并没有对错吧 更何况 欣燕不是说过吗 只有自己越来越强 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不能偷射 还可以 ус恶 要不上去 我不想一切 不 выдidän 但你不能在这儿 不堪喝吧 危险 不愿 there 哪里 不愿意 你所有人都在这儿 你所有人都在这儿 大型的话 好不习惯啊 今天呢 有几件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第一件事情 刚刚销售部门的小伙伴们 送来了报表 我们海棠花系列 不仅在官网上销售一空 其他的配饰 在各个门店中的销售势头 也非常地好 昨日单日的销售额 创了历史近两年以来的新高 还有一件事情 咱们部门呢 有一位同事 他从入职开始 就有着非常优秀的工作业绩 还有诚诚恳恳的工作态度 所以经由人力部门的批准 晋升他 从设计师助理到首席设计师 他就是 李明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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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加油的 恭喜恭喜 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 虽然说我现在做了咱们部门的总监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的设计就会比大家高明许多 我始终相信 无论从哪个方面 在这个屋子里 一定有人比我记忆更加高潮 我始终坚信 把不懂的事情交给懂的人去做 把一知半解的事情交给更加专业的人去做 把做的一般的事情交给做得更加好的人去做 才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我真的由衷地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比我更加专业的设计师 都可以成为最最优秀的设计师 我等着为你们庆功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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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啊 同事们交上来的设计稿还没有看完 当领导了责任就大了 再见 等等 林总 有事吗 现在回想起来 在我第一次自作聪明去找Lucy Lee的时候 她就将计就计地设了一个套 等着我傻不垃圾往里钻呢 现在知道自己傻不垃圾的 也不管了 我发现啊 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就会有两张面孔 表面一张 背地里一张 特别是您 表面上一张暴君的脸 背地里却 却是什么 却 是另一张暴君的脸 是吗 其实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当面问您 你说 当年在唐老师的床前 您真的逼他把股权让给你了吗 你怎么想要问这个问题啊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不想回答你 可是您刚刚明明说你问吧 我没说一定要回答你 你 脚诈的暴君 也许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的 接完班早点回家吧 那你不想要 银行 你不想要 你看我 你不想要 我先去 你不想要 好 这位先生您好 我是这儿的负责人 有什么事情 您可以直接跟我讲 里面讲 鉴定书 发票 还有你的所谓的钻戒 知道这钻戒干吗用了吗 我专门买给我未婚妻求婚用的 结果呢 这是人工的 直接把我未婚妻给气炸毛了 还说我没有诚意 你们说这事 怎么办吧 这位先生 您先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换你试试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我 我结个婚妇容易吗我 东春公司怎么着 拿个人工钻石冒充天然钻石是吧 如果这事倒了出去 你们没好果子吃 天然钻跟人工钻 靠肉眼是分别不出来的 是不是假钻 需要建立完毕之后才能知道 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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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跟我嘴硬是不是 行 你也去咽去 但是这咽出来的结果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 没问题 是人工钻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系列从来没有用过人工钻 我的检测不会出错的 现在我所担心的是 这一批钻戒里面 恐怕不止这一枚是人工钻 恐怕不止这一枚是人工钻 天哪 如果真的是这样 事情可就大了 怎么就是人工的呢 人工钻和天然钻 通过肉眼很难区分 这批钻戒都是人工钻吗 对 数量不少 我们只是抽回了个别门店的钻戒 人工钻的概率达到百分之百 这就说明 在钻石采购环节出了问题 这批钻戒 这批钻还剩多少 还有一些 立刻封存起来 通知门店 把没有售出的钻戒全部封存 好 发出通告 原价收回已售出的钻戒 不妥吧 这样恐怕会引起 消费者对东晨的信任危机 我不赞同 除了问题不作为 才会真正引发信任危机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东晨也是受害者 我建议 向澳洲的戴尔普斯发函 质问他们假钻的来源 老总监 你身为采购部的负责人 要为这次的事情负责 一批钻石全都是假的 你采购之前 都不检验的吗 董事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 我是采购部总监 但我绝不会做 损害东城利益的事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怎么样了 已经进去两个多小时了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老公 你怎么才来呀 公公司有点事耽搁了 你放心吧 我们家亮亮会没事的 室院长 我们家亮亮怎么样了 副主人一时都没让伤 我轻之伤的伤 我已经尽力了 我们家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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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青鸾 Oi 嘵有卫 她能咱也尽能耽身手 你也尽力了 작업的 明明 这是亮亮给你的 谢谢叔叔 谢谢亮 只不过我也忙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我妈妈说我有一天要去天堂的 明明不会的 相信叔叔 叔叔 告诉你个秘密 我想去天堂玩 那你妈妈就不会吃火了 有叔叔在 叔叔救你 好吗 哥有了 小了小了小了慢点儿 就是亮亮了 陶乐琪 陶乐琪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地美矿业的代表陶乐琪先生 这位是我们的副总林毅先生 陶先生您好 您好 林副总 别多了 坐 林毅 我虽然跟陶乐琪认识不久 但是我们谈得非常投缘 是啊 很早就又闻哪 唐总是一位传奇的女性 今日得见 这传奇女性身边的副手 果然是气宇非凡哪 陶先生您过奖了 对了 唐总 这个呢 就是这个矿的材料 您放心 虽然说呀 这个矿它比较小 但是呢 它刚刚开始开采 这个矿产资源呢 也是非常的充足 我觉得 特别适合你的东辰 怎么了 哥 给我查这个账户 具体信息 最好能查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 账户我查过了 海外账户 有名字 没有具体信息 但是这名字我见过 咱们公司从陶乐琪 买过几批钻石 最近还有一笔 定金交了还没交货呢 我怎么不知道这几笔业务 你当然不知道了 是董事长签的 李主任在这几笔单子里 可没少黑钱 账虽然做得漂亮 可逃不够我的法业 你看 特别是最后这笔 季集七十五分钻 定金就黑了不少 这笔 你一定要解爱 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 那年我太太要移民 劝你们也跟着一块儿做 如果亮亮换一个生活环境 也许就 算了 不说这些了 董事长 谢谢你这份关心的话 你今天来 还有别的事吗 假算的是 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怎么解决 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你 这个供货商是你提供的 你现在问我怎么解决 淑风 话不能这么说 你是采购部的总监 负责钻石的财买 你是行家 不验货就付款 那怎么能怪我呢 那个陶乐琪 是你介绍过来的 他的货怎么样 你心里没数吗 我给公司介绍来的供货商多了 难道每个小石头的质量 我都要负责吗 钻石我是一窍不通的 可你是行家呀 我能有什么数啊 好 我仍在 但这件事 我也无能为力 就让林总看着处理吧 你就不怕他查你吗 查就查 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现在儿子都没了 还怕他查吗 要不这样吧 你拿一笔钱出来 把公司的损失补上 这个事情我给你压下去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掏钱买钻 被别人骗了 现在还要再掏钱 帮骗子堵窟窿 董事长 你真当我是那么好窟窿的吗 你不要忘了 你挪用公款的事 是我给你应付过去的 董事长 好走不送 董事长 林总 请 请坐 看来我来的不是最早的 喝茶 好 谢谢 我要谢谢你们的关心 其实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亮亮的事我听说了 拿着吧 一点心意 林总 亮亮在医院的时候 你就来看过他 你的这份心意我领了 而且 我现在用不上这些钱 可你还有一些善后的事要处理 拿着吧 我现在最想善后的就是 亮亮那些小病友 对啊 所以说 亮亮用不上了 那些小朋友能用上 画家私传当中 我说的 你不ек 你也不想要 就能用哪些人 还有哪些人 你呢 对你呢 就像这个图上的钻石一样 让我眼前一亮 真的 怎么说呢 你以前的设计不是说不好 而是呈现的内容 就只有画面上那么多 没有更加深层的意义 但是这份设计不一样 非常有内容 可能是我最近 经历了一些事情吧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没经历过什么事情 在公司这段时间 真的是我经历过 最多事情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说 有经历对于设计师来说是好事 看山看水 才能看到自己 欣妍啊 我前段时间呢 脑子毁掉了 那个 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 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 我当然不会怪你啊 我还记得 我入职的第一天 你是第一个对我展现友好的人 还有那个夜晚 你对我说的话 我也都深深地记得 我说什么了 你跟我说 要打斗 要充电 要再战 你还说 这个城市一定会对我们 越来越友好 这些话我都深深地记得 也许你不知道 在很多个 我觉得就快要扛不过去的夜晚 我都是想着你的这些话 咬着牙坚持下来的 欣妍啊 其实 你说的那些话 我也都记得 你说 要坚信有一天 我们能脱离租房大军 咱们窗户外面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窗户啊 总有一扇是我们未来的家 时间是会变 我们也许会变得成熟 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你的这个设计啊 要尽快地去制作室 让他们打烊了 因为我已经上报 让你的这个设计 变成下一系列的作品之一 真的 我 我的设计 终于要变成新品上市了 对啊 小心 加油 谢谢你啊 欣妍 那 那我就先去忙 我先走了 好 好 好 喂 顾总监 董事长让您来一趟 好 好 进 董事长 您找我 哎 走吧 来 看看 来 采购部刚刚采购回一批 这一类七十五分钻石 程度很好 你们能不能结合这种钻石 以它为基础进行设计呢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最近刚好有一款设计 是以钻石为主的 只要小小地调整一下比例 就可以了 不愧是我提挖的设计总监 但是这一批钻石的量比较大 我希望设计部设计出 一系列的产品推出上市 一整个系列都以钻石为主 具体方案你们自己确定 好 我知道了 一整计都用一类的钻石吗 董事长就是这么要求的 据说这一批字的采购量很大 我说句实话啊 星雅 我进公司这么久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样好像的确太单一了 你看这样呢 如果说这一系列 把钻石饰品作为主系列 然后再增添两到三个服系列 你觉得呢 这样的话可能更加全面一些 靠谱 我尽快把设计方案交给你 还有 董事长说这一批字的 钻石承受非常好 所以我已经通知采购部门 送样品过来了 一会儿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进来 林总 这是我们下一季的方案计划 请您过目 怎么用了这么多 积累七十五分的钻 因为我们下一季的主系列 采用的都是这类型的钻石 其他类型的钻石怎么不用啊 因为设计需要 这设计需要啊 还是董事长需要 董事长说 采购部最近采购了一批 橙色很好的 积累七十五分钻石 所以我们的设计方案 就根据库存钻石 做了一点点的小调整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明确地回答我 是设计需要 还是董事长需要 设计需要 这份计划通不过 您这又是被暴君附体了吗 你的这份方案 无法取得我的信任 拿回去重座 他就这么把你的方案 否拉 对 就是这么简单干脆 甚至没有给任何理由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里面 好像住了两个灵魂 两个灵魂 一个是天使 一个是魔鬼 交替出现 让人无所适从 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他性格里好像是有两面 一面是阳光的 能把人融化 一面吧又特别冰冷 能把人冻起来 但我觉得他魔鬼的那面 也许是迫不得已啊 为了我们好呗 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林总似的 对了 星妍 你为什么整个系列 都用同一批钻石啊 因为董事长说 采购部门刚刚采购了一批 积累七十五分的钻石 所以我们设计部 要根据库存做一些调整 那你把这事告诉林总了吗 我还没开口说呢 他就直接拒绝我了 你会不会觉得 这批钻石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你忘了 上次在门店投诉人工钻的事 你的意思是 这批钻石也是人工钻 这个我不太敢确定 但是我知道 这批积累七十五分钻 和上次的假钻石 全都是通过 阮总监的时候进的东城 林哲 你还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这么多 不会 不会 刚刚采购部门送来样品 我验过了 成色确实很好 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我去问一下阮总监 问他再要一批样品来试一下 阮总监的儿子刚去世 他请假了 去世了 陈院长 这笔钱就捐给医院吧 专门用来帮助那些 没钱看病的癌症小患者 这也是我家亮亮 临终前的一点心愿 阮先生 我代表孩子们谢谢你 这可是一场及时营养 这可是一场及时营养 您是国内治疗儿童癌症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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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想法想请教你 请说吧 我想建立一支 专门帮助治疗儿童癌症的基金 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行吗 这个想法好啊 我支持你 可是 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个您放心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们医院这边配合的 尽过来找我吧 陈院长 那太好了 谢谢你 是我应该谢谢你 这是一件宫斗无量的好事 对 致院长 蓝总监 您好 您忙吧 好 找我有事吗 我来找您 是因为公司最新采购的 几匹钻石的事情 抱歉 我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 我已经请假了 是是是 我能够理解 所以我就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是这样的 公司最近呢 新采购了一批钻石 这批钻石对于公司的生产来说 非常的重要 我们已经针对这一批钻石 做了下一季度 所有新产品的设计 可是被林总给否了 另外 公司最近发生的人工钻石件 我想来问问您情况 你问我 你应该问问董事长 问问那个陶乐奇 鸾总监 陶乐奇 又是陶乐奇 那 您知不知道 唐董事长 当时看中的是哪个矿源 这个我始终不清楚 但是我听他给我提过一个中间人 叫那个陶乐奇 喂 你现在在哪里 我需要见你一面 你这么急找我 有什么事儿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查一下采购部的账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几笔钻石交易 帮我看一下这些钻石 是不是从一个叫陶乐奇的人手里买的 你也知道陶乐奇这个人 这些钻石是不是从一个叫陶乐奇的人手里买的 看来确实是从他手里买的了 看来确实是从他手里买的了 我正在调查他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信息啊 这个人比较神秘 但我不相信他是无懈可忌的 我会继续深入调查下去 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你 来 鸾总监提议召开董事会 鸾总监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确实有事 你也不相信 之前公司出现了人工钻石碱 董事长林总及时将产品下架 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我很欣慰 单位作为采购部总监 没有及时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公司 所以我提出辞去东城采购部总监一职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对不起公司的质量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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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都不追究了 你呀 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 赶紧坐下吧 我决定 出售我名下的股份 退出东城董事会 不是 不是 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 大家都知道 我儿子 因癌症已经走了 我出售股权 得到的钱 将建立一支 治疗儿童癌症的基金 如果各位 对我的股权感兴趣的话 欢迎来找我家谈 林总 我想说的就这些 董事长 这轮职公司怎么回事 突然就提出要卖股份 儿子没了 受刺激了 不是 他关键是这个做法有问题 应该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对不对 直接就在董事会上 提出了要卖股份 弄得我们很被动 代价而估 什么基金 什么癌症儿童 统统都是谎子 他不过是要借机抽身 套闲罢了 所以啊 我认为啊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啊 重视起来 万一鸾树峰的股份啊 落到了林仪手上的话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 我去 颜大哥 你就别去了 就你那个脾气 跟他两句话不到干起来了 还是我去吧 请行浩老师 stick to someone daddy 一个人 主护医生 是什么 library 生日的一位 她要说的 揜揜给你 喜欢上这里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烧烤店 也是我吃过的唯一的一家 那你就不用吃别家了 当年我跟林依卫的敢一批货 连续一个月加班到凌晨 每天晚饭都在这里吃 什么事 你不怕我跟你要设计稿吗 从总监 您脑子里除了设计稿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我有事情想要问你 什么事 你认不认识 唐乐器 我知道 但是不认识 他就是唐老师案子的关键证人 但后来他却失踪了 走了 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一点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当年唐老师要买钻石矿 这个人是中间人 本来要买商业用矿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变成工业矿 唐老师为了买矿募集了资金 结果被告上法庭了 唐婉容的案子一直都存在疑点 是不是找到这个人 就有机会翻案 欣妍 你说我脑子里只有设计稿 你脑子里都是什么啊 我知道唐老师是你的女生 但你是不是走火入伍了 又算你找到这个人 其他证件也早就无重查证了 还翻案 哪那么容易啊 你以为林毅不想给她翻案吗 她头上还扣着锅呢 当年的事 大家都说 是林总害唐婉容入狱的 是真的吗 我们得相信法律 当年林毅被调查 最后被无罪释放了 那她就是无罪 再说 这世界上比你更崇拜唐老师的 林毅啊 绝对算一个 而且这家伙 特 对钱特别没有概念 你说她是为了钱陷害唐老师 不可能 我是不信的 那你算不算一个 我不想给唐老师丢人 我就不算了吧 干杯 干杯 还可以语 Grant successive忘记 直接成为状态 酱